第三十題乘上題這樣的窯烤主要是利用哪一種方式將熱量傳到披薩上 那我們東西接觸就一定會有傳導那披薩放在窯上面自然會一定會有傳導的傳熱 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窯應該是所謂的土做的什麼之類的 他應該熱的不良導體所以他的主要傳熱方式應該不是傳導 那麼這邊有空氣那麼再加熱那空氣當然會對流 所以一定會有對流的傳熱但是呢對流的話是上方比較熱 我們看到披薩擺在下方那麼如果要主要要靠對流傳熱那披薩應該擺在上面才對 所以呢應該也不是對流我們看到照片裡面我們的火在旁邊 那麼熱卻能夠傳到披薩上面所以我們可以想到這應該是利用輻射 所以呢第三十題問我們說這樣的窯烤主要是利用哪一種方式將熱量傳到披薩上 我們答案選的是C輻射